人生在世中,必然是要和无数的人相遇的,有些人,可能只是尘世中的匆匆一瞥,之后再无瓜葛,还有些人,可能是一生中相遇的爱人,有人,贵人,他们来了,便留下来了。 可是佛在此时敲了个警钟,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原来有四种人是畜生转世而来,遇到了一定要远离,佛法中最看重的就是因果相报。 而这个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众生所造的业,善业得善报,恶业得恶报,无计业得无计报。 当然了,这个报应的规则也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笔一笔非常清晰,有可能早来,有可能晚来,也有可能几件事合在一起。 而且这个时间的跨度非常大,很多都是这一世造的业,下一世甚至在下一世才会生报,所以也有三世因果一说,此外这个因果也并非是独立计算。 而是互为因果,比如《华言经》中就说过,因地聚果,果彻因缘,生死是大轮回路险,所谓生死轮回,指的是世间众生,因造作善恶业所感召的果报。 每个生命在没有觉悟之前,就会根据自己的因果业力,在六道中轮转,六道分为三善道和三恶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属于三善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属于三恶道。 人死后会根据自己的善恶报应,可以堕入畜生道受罪,也可以转入天道享福。 当受罪结束或者福报详尽,又会根据自己在另一道的善恶业,转生他方,在畜生道的众生也有享福的。 比如现在的一些宠物,国家保护动物,在佛教讲,这类众生是修福不修会,福报很大,但是没有智慧,还是随夜流转。 一般而言,从畜生道而来的,都会有嗔恨心,容易发怒,没有仁爱之心。 从天道而来的,一般比较和颜悦色,脾气温和,曾听一位老僧讲,在生活中,以下这四种人,基本都是从畜生道而来。 所以,遇到情远离,第一种人,不孝父母,甚至打骂,佛教讲究知恩报恩,对父母不孝,畜生不如,这是民间常讲的话。 所以不要和这种人处朋友,不要谈什么讲义气,有能力,会办事。 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纵使能风光几年,结局终会很惨,还是离远点好。 第二种人,两面人,言行不一,心口不一,这种人,生活中最为常见,具体行为表现。 当开口向朋友借钱的时候,好话说尽,而且给你多番保证,进行承诺多长时间归还,对人说些感谢的话,让借钱的人都不好意思不借。 但是当到了还钱的时候,对方就避而不见,甚至就没当回事,并以种种理由推脱,赖账不还。 佛家告诉我们,对待两面人,首先要学会明察,因为这种人如果隐藏性好的话,往往会迷惑我们,有时还真会以为他很有礼貌,很懂得尊敬人。 在此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佛家认为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倾听揣摩,判断出这种人的虚情假意并不难,因为如果对方是陌生人,一般不会对我们无缘由的热情或谦恭,如果他表现得特别的热情或谦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如果是相处很久的熟人,我们对他的人品和秉性一般会很熟悉,如果他表现出和平时不一样的态度,我们很容易看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那种喜欢套关系。 讲客套的人,尤其是在中国求人办事的情况下,很多人往往表现得非常低下,佛家认为,这样好也不好,好的一面是缓和了现场气氛,不好的一面是把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降低了,很容易让别人瞧不起。 还有一种人,无论见到谁都异常客套,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这样,甚至比他小很多的女孩,他也尊称为大小姐,贵千金,这样的人有时并不讨喜,反而会让我们感到很虚假,很肉麻,但这种过度的客气,如果只是个人习惯,倒也并无大碍,因为他并没有其他不良的动机。 佛家讲,与人处事,不要巧言吝啬,花而不识,应该真诚待人,多讲肺腑之言,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家人朋友,尽量让自己的讲话和内心的想法一致,如果不一致,我们就会很矛盾,一个谎言需要用一百个谎言来弥补。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内心会很挣扎和痛苦,而且还会为自己带来惨痛的人生教训,除非是那种虚伪诚性之人,已经感觉不到什么是虚伪了。 第三种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没有德性。 这种人和第二种人有些类似,你帮他时,他高兴,记你的好。 当你没有能力帮到他时,对方马上翻脸,不会顾及任何面子情感。 我们常说,冷血动物,他不帮你可以,你不帮他不行,只要涉及到一点利益,立马红脸。 遇到这种人,也要早点远离。 第四种人,白眼狼行。 上学的时候,就曾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人,比如说,十件事,你帮他久见,最后一件事,没能如对方的意愿。 对方就说,你不够朋友,也不会记得,你对他的好,翻脸不认人。 这种人没有感恩之心,以上这四种人,一般都是从畜生道而来。 所以遇到情远离,惹不起,躲得起。 当然了,如果你有智慧,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让对方改变。 遇到这种人,要帮对方一把,可谓是功德无量。 同时,又可以磨练自己的心性。 学佛人要有慈悲心,更要有智慧。 如果自己都管不了自己,还是先度自己吧。 我们修道人,无论处理什么事,切记不要存半点的极度心。 不要有求名利之心。 假设有极度心,或名利心,为求名或为求利来修道,绝对会堕落,或者堕落于地狱。 恶鬼,畜生,都不一定。 因此,修道要修忍辱波罗蜜,要是不能忍。 不如往生了清静,要是不能精静,修道有什么用处,要是不明事理。 一天比一天更没有意思,要是不懂佛法,便一天比一天堕落,甚至堕落到大粪池中做臭蛆,纵使无量劫后转生为人。 其身体仍会放出一股臭不可闻的气味,凡是身体有一种异味或糊臭者,都是前生不守戒律的缘故。 刚才讲蛤蟆和老鼠做人而出家修行,一定有人起怀疑,怎样能知它是蛤蟆转生,怎样能知它是老鼠转生。 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容易知道,谁要勇猛精进,用功做禅,就会知道这种境界。 譬如畜生做人,该人的后背脊骨仍留着前生的影像,前生是什么畜生,就现出什么形象。 可是要明眼善知识才能知道,假设要想知自己前生是什么,就要看今生所行所谓的事来决定。 你能存心做善事,守规矩,你一定是前生中善种的人。 你要不愿做善事,又不守规矩,这一定是前生没有中善根的人。 出家人,一定要严守戒律,用功修行,一分一秒的光阴也不空过,每人要有一定的功课表。 什么时间打坐,什么时间诵经,什么时间拜佛,什么时间持咒,统统要准时做,无论怎样辛苦,怎样疲倦,都要自己用功,修自己的法。 不但一天有诚心,要天天有诚心,不但一天要忍辱,而且要天天忍辱,诚心忍辱在自己,不能骗人,要勇猛去修行,才能有所成就。 想要知道前生,就要看他守不守戒律,守不守规矩,能守戒律,应有善根。 能守规矩,就是善知识,凡事不守戒律,调皮捣蛋,找人麻烦,这就是没有善根。 而现今生活的社会里,人难免与不同阶层,不同脾气性格的人交往。 有些人,我们还走得很近,有些相互帮助,有些确实相互伤害,有些的习性,似乎还隐隐约约有动物习气。 如果感知有这样的人,建议远离或者预防,很难改变他,更感化不了他。 第一种人,忘恩负义,贪得无厌,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类名世里,有自己的文化。 而不是毫无底线的争名夺利,人们小时候常听的《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明明东郭先生好心从猎人手里救了大野狼一命,但是反过来,狼不仅不感激,还要伤害东郭先生。 比如说,畜生道里面从没有,仁义道德。 一说,有的只是鲜明的弱肉强食,弱者只有被伤害的命运,而不可能得到强者的怜悯。 这件事其实并不能怪狼无情无义,因为这就是他的本能。 比他弱小的对象,比如东郭先生,他饿了就要吃东西,而见了比他强大的对象,如老虎,狮子或者猎人就要逃走,否则他就要被畜生界淘汰。 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类不同,懂得感恩,珍惜亲情,重视友情,而不是一味地只看利益和强弱,像是历史上留下的管报之交。 桃园结义,文君当卢等,无数美好的友情和爱情的事迹就是例证。 只不过,现在太多人也开始向上面的那条大尾巴郎学习了,他们忘恩负义,贪得无厌,比如很多人得到了别人的救援和赞助,时间一久,他们不觉得感恩,反而觉得是理所当然,人家给的少了,还要抱怨甚至谩骂,完全担当不起。 人,自知一撇一纳,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某知名演员资助的那个大学生,好像欠着他似的,一到时间,催债一样要钱。 比如媒体报道过的一对资助了许多贫困学生的夫妻,不幸的是丈夫自己得癌症,且收入减少了,需要治疗,花费加剧,不得不暂停援助。 那些家长不仅没有一句关怀和感恩的话,反而还在不停地催钱,就像是债主催债一样,满脸不高兴。 第二种人,只顾着自己快活享受。 我们人类其实准确来说也是动物的一种,属于胎生动物,不过和其余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会思考,有文化,知理法,懂道理,三思而后行。 而动物们则更多是靠着本能活着,只会吃喝和繁衍。 这样的类型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来,许多人都一味地去学习西方文化。 被人害了,结果好的未必学到多少,反而把自己很多优秀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给丢了。 比如说孝顺父母,夫妻和睦,尊老爱幼。 之前有一位女士诉苦,说她老公一辈子只喜欢三样东西,美女,不良嗜好和金钱博弈。 她几十年来整天沉迷于这三样东西之中,对自己的家人毫不理会,不管不顾,所有钱都花在外面。 而且这些年来,也动员家人相劝,可是怎么劝都不听,她就问该怎么办。 其实这种情况,用佛家文化说,这样的人就是典型地畜生到习气未尽,他的来世还会再回去。 所以说,这种孽缘能断就断,尽快断,离得越远越好。 虽然说佛法慈悲,不舍一人,但那是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我们还没有那个度化动物的能力。 第三种人,欺软怕硬,建立妄议,畜生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欺软怕硬。 他们并没有任何道德准则,完全就是强者为尊,靠着强势支配一切,就算在同类之中也不例外。 比如,一群狼中会产生一位狼王,这个狼王拥有与所有母狼的交配权和其他特权,也可以随意处罚任何一位竞争者,但是当他年老历衰之后就会有新的狼王出现,而他的结局也一样悲惨,畜生到也有因果报应,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 但是人类就不同,孔老夫子几千年前就制定下了,天地君亲师和君臣父子夫妻等三纲五常的伦理,尽管这里面确实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但至少是把整个社会男女老少严密地组织在一起的,而非完全靠暴力和酷刑,所以中国自古都有孝顺老人,照顾孩子的优良传统,过去时期,父母往生之后,子女都要守孝三年,当官的都要停职回来, 如果谁对老人不孝,那是要被所有人戳几辆骨的,更不要说出人头地了。 所以,才有了孝道是人间第一大道的说法,孝道之人最值得尊敬和重用,也是最靠谱的人, 而现在却有很多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眼中只有金钱利益和权利,比如有些不孝子变成了啃老族,还把衰弱的老人都当负担和累赘看待, 久病床前无孝子,嫌弃老人,有点良心地送去养老院,更差的索性就不管不顾,让老人自生自灭,成为纯粹的, 妄老族,这连羊羔贵乳和乌鸦反哺都不如,还有一些人为了金钱去背叛朋友,兄弟,姐妹,亲人,在比他弱小的人面前耀武扬威, 如果遇到比他强的人,则又是毫无原则的跪舔和阿谀奉承,这就是畜生到习气未尽的表现,如果您修为高,身上的光明之力也足够, 那可以去感化和拯救这样的人,但是能力不够的,还是离这些人远一些比较好, 以免伤到自己,综上所述,当我们心生恶念,嫉妒,贪婪的时候, 其实便已经在当下投胎到了畜生道,而当我们为情所困的时候,便又回到了人道, 唯有当我们真正出离红尘,逍遥自在的时候,方上升为仙道, 此身不在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身,安住每一个当下,断除一切烦恼, 从爱恨情仇中走出,契入道的,清静自在,境界,方不枉此生为人。 白冰冰曾和日本漫画家有一段婚姻,在白冰冰孕孕期的时候, 发现老公出轨,只能选择离婚独自生下,并且抚养女儿白小燕, 然而就在白小燕独高二时,女儿被威胁了。 当时,白冰冰就报了案,警方打算在附属款时抓捕歹徒时, 狡猾的歹徒一直都没有现身,被多次爽约的白冰冰都要崩溃了。 当时除了警方以外,媒体也一直都在跟进此案。 媒体如此举动对于歹徒来说就是打草惊蛇, 在白冰冰最后一次前去交易的时候,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 白冰冰很是难过,这么多年过去,她只能独自怀念着女儿。 白冰冰在出席活动时,自曝自己常有出家修行的想法,引发网友议论。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当天她身穿一席雪纺印花长衫, 头戴黄色大花朵,脖子上佩戴着层层项链, 整个人看起来雍容华贵,状态十分不错。 不过,这也是身在镜头前的表象, 在现场白冰冰自诉女儿去世后的心路历程。 她心酸表示,孩子离开后,父母也相继去世, 在孤单度过的二十五年日子里, 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哭到眼睛干涩, 泪水已流不出来。 她还曾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一则动态, 成天还未亮就起来望着女儿的牌位独自伤感, 叹息女儿已久未入梦, 希望她能在某个地方生活安好。 在这份独白的下面, 白冰冰还配上一张与女儿的合影。 照片中的白冰冰皮肤白皙, 青春靓丽,女儿同样笑容灿烂, 母女俩同框十分快乐, 只可惜如今已天人永隔, 白冰冰也只能久久撕恋这份母女之情。 亲人离世,只留下她一人独居, 内心常常觉得落寞, 大概正因如此才有了修行的想法。 直到最近几年才稍微好些, 除了思念女儿, 更多的时间也在思考未来。 白冰冰告诉粉丝, 不必大费周章为自己庆生, 并自曝想通过做善事的方式来庆祝生日, 还呼吁现场的粉丝们也多做善事。 在活动最后, 她也透露自己想要出家修行的想法, 令人倍感唏嘘。 在俗世中, 亲情、友情、爱情, 时时刻刻都萦绕着我们, 我们是伴侣, 儿女亦是人的父母, 在不同的身份中转换, 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过一个原字。 佛家说, 缘起则聚, 缘灭则散, 身在红尘中的人, 没有一个不为缘所左右。 我们常说的爱情, 就是一种缘分, 人一生要认识八万多人, 但是能够走进彼此内心的, 不过寥寥数人, 最后能陪伴一生的, 仅有一位。 曾经的人随缘而来, 缘进而走, 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 留存一点回忆, 缘分不散的, 才结成了夫妻, 组成了家庭。 难怪佛说, 爱情, 夫妻, 儿女的缘分的真相, 都逃不过这四种关系, 讨债, 还债, 报恩, 抱怨。 其实, 不光亲密关系如此, 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皆如此。 一, 讨债, 佛说, 无缘不惧, 无债不来, 儿女之间, 就是为前世的债务而来。 白彬彬的女儿白小燕, 花了母亲多年的心血, 却早早离世, 属于来讨债的孩子, 但是佛经中, 也有说道, 早去的孩子, 往往是菩萨的化身, 早早回归到天上, 做了天人。 老话常说, 父债子偿, 其实有些子债, 也在等父还, 子女等父母, 还完了债, 便会离去。 有些父母被前来讨债的儿女, 弄得焦头烂额,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儿女, 如此顽劣不堪, 叛逆不孝。 其实, 这就是佛说的前世债, 今生还, 只是大多人不明白而已。 对于这样的子女, 父母就更要加倍用心, 用真心融化彼此间的冷漠, 用言行感化子女, 把欠下的债早日还完。 相反, 若是不尽父母的责任, 那这个债就会周而复时, 不断循环。 二, 还债。 有些子女, 物质上对父母不苛刻, 但精神上就不怎么关注, 甚至还嫌弃父母。 虽然父母生活优渥, 但是家中却没有温情。 更博良的子女, 只管父母基本的生活, 其他的东西都不在乎, 这样的人, 就是来还债的。 在佛家看来, 还债虽然与报恩感觉差不多, 但还是有差别的, 因为是还债, 所以不会有孝顺的心, 不会有报恩的心, 欠得多的, 会关照父母安享晚年, 欠得少的, 成年后便不再关照父母。 家庭乃至社会, 大抵都有恩怨, 有债务, 才会有往来。 朋友之间的关系, 大部分是过去有过债务的, 但是不多。 好的朋友纠缠几年, 渐渐走散了, 这是债务比较多的。 知心的朋友一个, 两个, 这不仅是债务, 更是过去的恩怨没有结清。 组成家庭夫妻或者亲人, 是过去欠下恩怨债务最多的人了, 因此, 如今才能走到一起, 成为一家人。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今生的相遇, 都是过去的缘分。 愣言经上有句话说得很好, 一下就点出了缘分的真相, 你欠了我的命, 你就得还, 我欠了你的债, 我也得还, 咎咎缠缠, 生死不改, 这就是因缘。 你喜欢我的心, 我缠你的外表, 纠缠不休, 这就是因缘。 今生的纠缠不休, 都写在过去的时光之中, 今生的恩怨, 债务都注定在前缘之中了。 但未来的事还未注定, 随缘随缘。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 这就是随缘, 然后让它自然地发生, 这就是随缘。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三,报恩, 佛家讲前事, 今生,来世, 每一段都不是割裂的, 凡事必有前因, 才有后果, 这就是因果轮回。 佛语有云, 因果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予来迟。 在佛教看来, 有时候今生做的业, 这一世就应了业果, 就是常说的现实报, 但是有些业果来得很晚, 乃至于直到来生才能显现。 我们常看到, 有的人生活幸福, 和谐美满, 夫妻之间关系融洽, 子女懂事孝顺, 让人好生羡慕, 其实那是因为他遇到了来报恩的。 佛家对于报恩, 是这么解释的, 前世之中彼此有过恩惠, 今生又遇到了一起, 前世的恩没有结清, 怎么办呢? 那就在今生还, 佛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前世种下的因缘, 才造成了今生的业果。 故而, 来报恩的夫妻, 都对自己的另一半很好, 相敬如宾, 举暗其美, 不要说夫妻矛盾, 伴嘴都很少, 旁人看了都艳羡不已。 如果是子女来报恩, 那就是子女小时候独立自主, 不用父母费心, 长大了还孝顺得很, 父母老了也能想尽天伦。 这就是佛家所说的未尽的因, 变成了今生的果。 就好比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 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 就是典型的报恩的故事。 因而, 佛教世人要多多行善, 日行一善, 必有后福, 今生多做善事, 来生也必然是个好人家。 四, 抱怨, 有人说人去如灯灭, 既然我去了, 那夜报不就没了吗? 其实不然, 佛家曾言, 肉体虽朽, 神魂不灭。 对人的神魂来说, 夜报是不会随着身体的消亡而消亡的。 正所谓, 万般带不走, 唯有夜随身, 就是这个意思。 抱怨就是如此, 有人家里夫妻隔三差五, 就吵个不停, 严重地甚至动手动脚。 子女对父母也不是很孝顺, 有些甚至是败家子。 在佛教看来, 这就是前世的愿, 留到了今生。 过去节下的不是善缘, 而是恶缘, 留下的不是恩情, 而是仇恨。 这过去欠下的债, 就必定要在现金偿还了。 佛教认为, 原家以解不以解, 今生节多了仇怨, 即使没有应在自己身上, 这些愿也不会消失, 而是会一直跟随自己, 即便到了来生, 也会应在人的身上。 故而, 无论是夫妻关系, 还是亲子关系, 不要过于苛责, 少些期待, 多些关爱, 如此, 才能身心自得, 福气自来。 阴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有没有日月星辰? 有没有山川河流? 有没有高楼大厦? 有没有医院饭店? 阴间的鬼魂穿着如何? 阴间的鬼魂吃喝什么? 阳间送去的衣物纸钱, 真的能收到吗? 阴间是否也有男欢女爱? 阴间的生活秩序是什么样子的? 相信大家都一定很好奇, 下面是一位修行人去世后, 观音菩萨为其指引阴间的道路, 以下就是他的亲身经历, 其实阴间和阳间一样有自己的秩序, 有着和阳间一样的管理制度, 有着自己的节假日。 阴间的鬼魂也不都是穿着古装的, 多以在阳间的宴气时穿的衣服为主。 但阴间的鬼差们还都是有自己的制服着装的, 而且阴间有自己的话语, 只不过普通的我们听不到。 阴间世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阳光, 没有生机, 雾蒙蒙的一片死气沉沉。 阴间第一站, 本地土地庙, 刚刚过世的亡灵教, 生魂, 亡者肉身四大分解后, 承载着生命信息能量的载体, 从身体中经过大概12个小时的时间分离出来,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灵魂, 灵魂在脱体的过程中会很痛苦, 所以家人最好是不要动他的身体, 以减轻他的痛苦。 第二站, 黄泉路, 常听人说黄泉路上不好走, 黄泉路上无牢少, 确实这样, 黄泉路上向上看, 看不到日月星辰, 向下看, 看不到土地尘埃, 向前看, 看不到阳关大路, 向后看, 看不到亲朋四林。 有人会问了, 死者的家属给死者烧去了纸牛, 纸马, 纸车, 为什么不用这些工具上路呢? 殊不知这个时候, 亡人的灵魂还不能叫做鬼呢? 阴间第三站, 望乡台, 走出了黄泉路, 变上了望乡台。 老话说, 一到望乡台, 远望家乡回不来。 高高一个石台, 发出阵阵阴光, 坐卧路转之事, 尚可回头瞻望, 书写三个赤红大字望乡台。 走到了望乡台, 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 阳间的肉身, 这个时候, 也差不多都到了黄金入柜装链的时候了。 阴间第四站, 恶狗岭, 下了望乡台一路前行, 忽听见一阵阵的狗吠声, 那叫声越来越大, 听的人毛骨悚然。 狗合击是阳间和阴间沟通的两个很重要的媒介, 狗可以看到阴间的灵魂, 发出叫声, 金鸡暴晓, 鬼魂就必须避让阳光, 以免魂飞魄散。 只见一群群的恶狗, 目光凶横, 满嘴钢牙, 皮毛钢丝一般坚硬, 向各路灵魂风咬过去, 不撕扯掉腿脚是不肯松口的。 各路灵魂使尽浑身解数, 也难逃这恶狗的铁嘴钢牙, 有的被咬断了腿, 有的被扯断了脚, 有的成了独臂, 有的成了断手。 孰不知人从灵魂变成鬼魂,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也要经过这三灾九难的。 阴间第五战, 金鸡山。 这恶狗岭和金鸡山 都是所有灵魂必须要过的两道关, 只有过了这两道, 关才有资格担任鬼魂。 一入金鸡山, 一群一群的公鸡迎面扑来, 那铁嘴和秃鹫的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下一下的都要倒下灵魂的双眼, 煽动的翅膀更是让你无法睁开眼睛, 那锐利的爪子更像大黑爷手里的抓魂钩, 一爪子就可以让你皮开肉绽, 伸入五脏六腑, 并且不抓出你的心肝不算完事。 继续向前, 突然人山人海, 采旗飘飘, 好像举行什么聚会, 有扭秧歌的, 有舞龙舞狮的, 热闹非凡。 到了阴间第六站, 野鬼村, 其实表面上那些热闹的场面皆是幻化而来, 都是那些过了恶狗岭, 金鸡山肢体不全的灵魂所幻化而成, 因肢体不全无法前进, 只得在这里滞留聚集, 等那些被热闹迷惑的健全灵体到来, 趁机下手, 找到新的肢体换到自己的身上好, 继续前往阴曹地府。 只见那些被迷惑的健全灵魂, 根本无法挣脱这些魔爪, 一阵阵痛苦的哀嚎, 血肉模糊, 撕心裂肺。 继续向前, 前方有一梁亭, 亭内拥有一口深井正冒出滚滚泉水, 这是阴间的第七站, 迷魂殿。 这梁亭正是迷魂殿, 冒出的泉水正是迷魂水, 过了前方几个关口的灵魂, 到达此地必须要引着迷魂水, 这样才会能嘴吐真言, 如实禀报阳间种种罪行, 等候十殿阎王的审问。 同时喝了迷魂水, 就是大罗神仙下界, 也难以还魂归阳了, 只有安安心心地成为鬼魂, 等候发落。 看到了过往此地的灵魂, 心中的怨气早已减半, 一个个井然有序地排队饮水, 前往丰都城, 走出了迷魂殿, 便真正地进入了阴间第八站, 阴曹地府封都城。 进入封都城, 里面共有两道城门, 在二道门和头道门之间有两盏, 灯火高高悬空漂浮, 却纹丝不动, 一盏光亮无比, 一盏昏暗黑尘。 暗灯走下去, 进入了玉雕城的二道门。 一进入二道门便看见了并排排列十座城门, 一次排列着一殿至十殿阎王殿。 每个殿堂门口都有阴兵把守, 各个都是静然有序的工作, 毫不逊色于人间的行政部门, 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这里的鬼差都是奉公执法, 轻如水明如镜。 到达这里的鬼魂, 心中也都知道自己已经死亡, 安分了不少, 竟然排队等候各殿阎望的审判。 阴间第九站, 十八层地狱, 一般的灵魂在通过第一殿的审核后, 阳氏三间的时间也应该是亡人的投妻了。 这个时候, 一殿阎望都会从新发出批票, 交给阴兵, 各路灵魂都要带上捆仙锁投妻回魂, 进行为鬼的第一次投妻泛阳, 看望亲朋好友。 如果有耽误时辰, 不肯返回阴间的鬼魂, 那么捆仙锁就会开始拘禁灵魂的魂头, 施展灭魂大法, 让不肯返回阴间的灵魂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 投妻过后, 返回阴间继续等待审问。 阴间第十站, 供养阁。 大家心中都会疑问, 阳氏的活人给死人烧纸钱, 烧衣物, 上供品, 亡人到底能不能收到? 答案是, 只要正确地, 如法地进行烧纸钱, 烧衣物, 上供品那么亡人, 都是可以得到的。 这个中间的供养阁, 就类似咱们阴间的邮局一样, 专门负责传递阳间的供养品给死人。 路过了供养阁, 一看时辰上早, 便问童子, 经过十殿阎王的过堂审核后, 那些没有罪过不需要下十八层地狱的灵魂, 都去到哪里? 童子答道, 经过十殿阎王的审核, 各路灵魂就都可以称作鬼魂了。 有罪的下到十八层地狱受罚, 没罪的按照生死布上记载, 开始过自己的鬼魂生活, 开始守自己的鬼兽, 等守完了自己的鬼兽, 就开始等待正常的六道轮回。 灵魂转化为鬼魂后, 鬼魂和阳世的活人相比, 就有了所谓的神通, 其实这个神通是相对来讲的。 对于鬼魂来说, 阳世活人的最基本的呼吸功能也是神通。 正常守鬼兽的鬼魂, 就住在这阴间第十一站, 鬼戒宝 鬼戒宝里的鬼魂在特定的日子, 特定的情况是都可以返回阳间的, 但这些鬼魂必须严格遵守自己的道行范围和道行要求, 什么时间可以显行, 什么时间可以回家, 什么时候可以附体, 什么时候可以收工养品, 这些都是严格规定的。 只要不遵法守纪, 都要被拒魂到十殿阎王爷面前, 打入十八层地狱, 阴间十二站, 莲花台, 出了五殿阎望殿, 便看见前方放出阵阵大光明, 那光亮放出大光明但却丝毫不刺眼, 强光中看见一座莲台, 金色为主, 七色为辅, 给人是无尽的欢喜, 无尽的自在。 不问心中知晓, 这定是地藏王在地狱讲经说法的宝座连台。 到了阴间第十三站, 还魂崖, 崖边有一座桥, 桥上有四尊护桥神兽, 坐落两边, 借碑石上写金银桥。 桥上有一个老婆婆拿着茶水, 给过往的鬼魂饮用, 这老婆婆便是孟婆神, 这茶水便是孟婆汤, 喝了这汤水便忘掉了前世的恩怨情仇, 是是非非, 投胎各处。 金银桥的那边便是六个圆道, 发出各色光芒, 这就是六道轮回, 投胎哪道便要跳进哪个圆道。 在农村民间, 留存下来有一种说法, 就是有四种动物, 如果进了你家里, 是很不吉利的。 那么, 是哪四种动物呢? 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封建迷信, 并且也缺乏科学依据, 可是对于农村人来说, 他们都信这个啊, 也正因为信这个, 所以农村人对这四种动物, 进了自家家门, 是非常忌讳的。 若万一真的进了自家家门, 他们的做法也非常有意思。 猪来穷, 狗来富, 猫来盖白布。 没错, 第一种动物便是猪了。 上面的那句谚语, 至今在农村流传甚广, 从字面上的意思能够解读到, 猪进家门寓意着你家财气衰落, 狗进家门则寓意着财旺, 猫进家门则寓意着有凶兆。 所以在以前的农村, 因为家家户户都养有猪的, 在赶猪进猪圈时, 猪难免有时调皮乱窜, 就有可能窜到别人家里去。 有时猪实在是饿得慌了, 都有可能跳出猪圈栏杆, 跑到别人家里去。 在农村, 家家户户都是非常忌讳 别人家的猪跑到自己家里来的, 这被农村人默认为是财气衰败的征兆。 那么, 要是猪万一真的跑进了别人家里, 猪的主人又该怎么做呢? 此时, 猪的主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 和冲走不祥的晦气, 猪的主人会买一卷鞭炮 去受害者家里燃放。 这也是民间留存下来的一种封建迷信行为仪式。 再来, 猫来盖白布。 这种说法就更邪乎了, 意思就是野猫或者别人家的猫突然去你家, 赖着不走了, 这被寓意着是凶兆。 换句话表示, 猫就是来披麻带笑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猫是捉老鼠的, 它之所以去你家, 意味着你家老鼠多, 老鼠多又意味着你家里的情况是比较破败不堪的, 才会招致老鼠去光顾。 再者, 结合猫的叫声是喵喵喵, 同灭灭灭声色极其相似, 所以也被人们认为是不吉利的。 那么, 蛇进家门是吉还是凶? 这在农村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蛇又被人们认为是龙的象征, 所以有些人认为蛇进家门是吉祥之兆, 而有些人因为害怕蛇, 所以认为蛇进家门是不吉之兆。 到底是吉还是凶? 这些都是以前农村遗留下来的迷信传说。 不要过度惊慌和害怕。 如果不是毒蛇, 用一根长棍子驱走它或者挑走它便是。 一般蛇都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然后在家里撒些熊黄、 大蒜、天南星科植物等等。 在此非常不建议把蛇打死, 最好的做法还是让它回归自然。 如果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蛇为什么会进家里, 我们都知道蛇是喜欢潮湿、阴凉、安静的地方的。 如果你家里是靠近山或者草丛, 又或者家里环境潮湿、阴凉的话, 都不排除有蛇出没。 当然了, 如果家里有老鼠, 也不排除蛇是冲着食物去你家的这种可能性。 还有句俗话说, 不怕猫头鹰叫, 只怕猫头鹰笑。 如果家附近有猫头鹰笑, 三天内会有人去世? 其实是猫头鹰的嗅觉非常灵敏。 当人体新陈代谢的分解远远大于合成速度, 就会发出一股独特的味道。 这会吸引来以肉食为主的猫头鹰飞, 但能闻到味道却找不到肉。 于是猫头鹰会发出焦虑的叫声, 被人们视为笑声。 如果听到叫声在院子里大声叫, 买砂锅煮肉吃了, 他就会飞走了。 现在城市发展起来以后, 留在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 人年纪大了以后, 身体慢慢开始走下坡路, 多数是疾病缠身, 身子骨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 如果是卧床不起的老年人, 一旦出现这四种表现, 说明他的阳寿将至, 离去世已经不远了。 子女们应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人生在世,草木一秋,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谁都逃脱不了。 因此要坦然面对, 过好每天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 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 生病一病不起, 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自理。 一旦老年人出现了以下的四种表现, 这就说明他马上可能就要离开家里人了。 第一种表现是身患重病的老人, 会经常跟家里人聊一些过世的亲人和朋友, 聊一些年轻时候和过世的人的事情, 会说见到去世的人, 这表明他可能离去世很近了。 我们村里边有个赵大爷, 他每天的生活特别地乐观, 经常出去散步, 身体还比较硬朗。 可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他就突然开始跟身边的家里人, 说起他年轻时和那个去世的哥哥, 聊起他年轻的时候, 跟这个哥哥的一些事情。 刚开始他家里人也没有觉得什么, 可是没过多久, 这个赵大爷就病倒了, 这一病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没过多久赵大爷就去世了, 所以老人一旦聊起已经过世的人和事, 一定要注意了。 第二, 就是老重病人突然间的食欲大增。 如果家里有一位老人, 他生病很长时间了, 常年卧病在床, 每天都动弹不得, 每天也不愿意吃饭, 吃饭很少, 不愿意喝水, 不愿意和人说话,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就像是病好了一样, 突然间饭量大增, 吃饭很多, 这种情况就说明老人可能即将离去了。 我以前就看到过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镇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他生病多年了, 一直卧病在床不能动弹, 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来伺候, 而且他也不愿意跟人说话, 不愿意跟人交流。 可就在去世的前几天, 老人突然间好像是精神焕发了一样, 好像是回光返照, 跟身边的家里人说出了自己要吃的一些东西, 希望自己的儿子女儿去买。 他儿子女儿看到父亲这种表现也特别地高兴, 就立马跑出去, 给老人买了老人爱吃的水果和食物, 回到家里之后, 老人看到这些东西也是特别地高兴, 然后就吃得很多。 他儿子女儿认为老人是要康复的样子, 并没有想太多, 也都特别地高兴, 说老人终于好起来了。 可是没过几天, 老人就在睡梦当中去世了。 其实, 这就是回光返照。 身患重病的老人上了年纪之后, 也就是越来越不爱动他了, 也只能每天躺在床上。 虽然说每天有大量的时间休息和睡觉, 可是整个人的精神会越来越差。 但是, 有一天当他这个状态突然好起来的时候, 那就需要格外地注意了。 其实, 身患重病的老人虽然爱吃饭, 并且吃得很多,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些表现的主要原因是, 老人身体里的这个激素开始大量地滋生, 尤其是这个肾上激素开始疯狂地滋生。 所以就会觉得老人好像是突然变得精神的一样。 出现这个表现, 那就是家里的老人, 也就可能离去不远了。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老人会出现回光返照的这种现象? 其实, 这都是因为身体里边的激素大量地分泌, 很多老人在离去的时候, 都能够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 知道自己可能真的不行了, 于是身体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 但这种激素只能维持身体很短的一段时间。 有这种激素的存在, 老人的身体也就非常的精神, 老人也就利用了这段时间, 开始跟自己的家人交代自己的后事。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不管再怎么治疗, 一般是没有什么用。 所以说, 老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子女只能是顺其自然地去面对他。 第四种表现, 就是老人的梦。 如果说一个卧病在床很长时间的老人, 他突然跟你聊起来, 说自己梦到自己已经去世的亲人, 和他说话, 这就说明他可能即将离去。 其实, 有科学研究表明, 人的梦境就是欲望的表现, 你心里边有什么样的想法, 什么样的追求, 那么等你睡着之后, 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 让你非常渴望这些东西。 所以, 对一些时日无多的重病老人, 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后, 已经隐约感到自己可能是时日无多了。 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经常回忆起曾经的以前的过往。 其实, 每个人都很难接受自己亲人的离去, 但是, 能做的只能是坦然去面对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每个人都有离开世界的那一天, 一个老人阳瘦已尽时, 身上一般会有以下这些征兆。 一, 牙齿掉光。 正常人的牙齿都是白色光亮的, 但老人的牙齿会慢慢变得非常干燥, 没有光泽, 还会变黑变脆弱。 阳瘦已尽的老人往往会脱掉最后一颗牙齿。 二, 排泄物是白色。 正常人的排泄物不可能是白色的, 但阳瘦已尽的老人, 他们的排泄物可能是白色的。 这代表他体内的器官严重衰竭, 已经无法正常代谢了, 即将停工。 三, 在别人的眼球中, 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一个人阳瘦已尽, 那他在别人眼球里, 是看不到自己影子的, 而正常人能够从对方眼球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四, 耳朵萎缩。 如果老人阳瘦已尽, 那他的耳朵也会萎缩, 失去原有的光泽, 这代表他可能即将离世的表现。 五, 脚心像针刺一样疼。 阳瘦已尽的老人, 脚心往往像针刺一样的痛, 且在丹田之处, 还会有红色的小疙瘦出现。 这基本上预示寿命将尽了。 六, 小便很酸。 即将去世的老人排泄小便时, 酸气会非常刺鼻, 让人不敢靠近, 这也是死亡前的征兆。 七, 呼出的气是凉的。 正常人呼出来的气体都是带有温度的, 是热热的。 但如果一个老人呼出来的气体是凉的, 那意味着他可能不久于人世。 八, 鼻子变歪。 老人将要去世时, 五官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鼻子会变歪, 并且整个面容没有血色。 九, 白天可以看到星星。 正常情况下, 人们在白天是不可能看到天上的星星, 但对于一个阳瘦已尽的老人, 他有时能够在白天看到天上的星星。 十, 可以用眼睛直视太阳。 正常人的眼睛是不可以直视太阳的, 会非常刺眼。 而快要去世的老人, 他可以用眼睛直视太阳, 不会感到刺眼。 当然, 这是正午的太阳, 并不是说他在早晨生起。 当正午的阳光照耀着, 人们看着都会觉得非常耀眼, 不敢看, 但他可以看着他而不会刺眼。 十一, 脾气古怪。 人都有第六感, 如果一个人能够预知自己的死亡, 那么在之前, 他一定会有所表现的。 其中有一点就是他的脾气会变得非常的古怪。 在得知自己快要死亡了的时候, 如果不能接受, 就会通过发脾气的方式来表现。 十二, 吃不下饭。 在老人锤王之际, 体内的各个器官基本上都已经停止运行了。 所以, 在这个时候, 他也吃不了饭, 无法吸收营养。 十三, 喘不上气。 老人原本的呼吸心跳能力都不如年轻的人。 在去世之前, 他的呼吸心跳能力会变得更加的弱, 就会产生喘不上气的行为。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给老人顺气, 不要让他难受。 十四, 流泪。 乡间老人说, 人在去世之前都会留下一滴慈母泪。 因为每一个人在生命走到的最后, 都会想起自己的父母, 感恩他们的恩情, 就会留下一滴慈母泪, 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十五, 指甲变黑。 许多人会发现, 有很多命不久矣的老人, 他们的指甲都会慢慢地变黑。 一开始只是少量的黑色, 到了最后就会越来越黑, 等到完全黑了的时候就会死亡。 可能是因为食指连心的缘故, 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人死如灯灭, 人死不能复生, 这一类话人们经常听见, 但是是不是真的, 人们却不知道。 至今没有人知道人死后会怎样, 有可能是生命彻底消亡, 也有可能是以另一个形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 人死后真的彻底没了吗? 其实这是完全不能确定的事, 科学家们无从研究, 人们也无从探讨, 毕竟死后的世界只有死去的人才知道, 但是死去的人又怎么能跟在世的人交谈呢? 所以, 这件事至今仍然还是一个谜。 在佛教说法中, 人死后会去阴曹地府, 并在那里清算自己的功过。 有的会转世投胎成人, 也有的会投胎到其他动物身上。 好事做得多的人有可能会成仙成神, 坏事做多的人会下十八层地狱, 总之会有不同的可能。 那么, 人真的有下半辈子吗? 其实, 下辈子的说法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 并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可以拿来证明的。 因此, 人也许根本就没有下辈子。 人过了六十岁之后, 已经是花甲之年了, 身体变得越来越衰老, 身体各个技能开始衰退, 这时候难免容易被一些疾病缠身, 身体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 有些是衰老的正常现象, 但有一些症状的出现则可能是身体出现问题了, 是身体发出的信号, 值得警惕, 不容忽视。 六十岁后, 寿命短的人可能有这五个迹象。 一、视力衰退较快。 随着人的年纪的增大, 人们的视力的确会慢慢衰退, 看东西也变得费劲起来, 这也是人们俗称的老花眼。 老花眼是衰老的现象之一, 一般视力衰退的进程是很慢的, 如果发现自己的视力衰退得厉害, 戴眼镜都不好使了, 甚至有时候出现眼前发黑的情况, 这些情况就值得重视, 值得警惕了。 如果是体内血糖过高, 血糖控制不好, 则容易导致视网膜的病变, 会加速视力的衰退, 看东西看不清楚, 而出现眼前发黑的现象, 则说明血管健康出现问题了。 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 要警惕脑血管疾病, 及时检查治疗和控制, 免得发生不测。 二、排便不规律,颜色改变。 人体内最先衰老的器官就是肠道, 肠道的衰老使得其功能下降, 会降低人的食欲和消化能力, 肠道蠕动能力下降也会使得排便 会比以前费劲一些。 如果只是排便稍微费劲一些, 有轻度便秘, 这倒没什么。 但如果平时排便很规律, 排泄物形状也正常, 突然排便变得不规律, 出现腹泻或者是便秘和腹泻交替, 排泄物形状发生改变, 并且出现黑便时就要小心了。 可能是肠胃出现问题了, 需要注意检查治疗, 免得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三,身体无故疼痛 人老了,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 身体难免会出现一些病痛, 但是有一些病痛并不是所谓的老毛病, 而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如果胸痛、背部疼痛、 肩膀刺痛、牙痛等等, 可能是非典型的心脚痛症状。 如果是较为严重的腹痛, 则可能是胆囊炎、 一线炎、肠道梗足等等。 如果是腿部酸痛, 甚至是灼热的疼痛, 则可能是血栓或者是血糖直过高所致。 无论何种疼痛, 如果是无故出现了, 没有找到病因, 那么就要多加注意, 及时检查, 免得错过治疗时期。 人老了, 大脑也难免会衰老退化。 不过, 即使是衰老退化, 大脑还是能够应对正常生活的。 但如果是出现记忆力下降厉害, 并伴随着性情的变化, 行为变得较为古怪, 那么就要小心了。 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 需要及时预防了。 除了老年痴呆, 还可能是脑血管出现问题了。 如果患有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控制不好会加速脑血管的老化、 硬化, 使得脑部供血不足, 会加速大脑的衰老退化, 也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和性情的变化。 5. 试睡, 身体易疲倦。 人年纪大了, 身体机能难免会下降, 体力也会下降。 这时候, 人身体难免容易疲倦, 精力不济, 需要多睡眠和休息来恢复, 这是正常的。 但如果是出现试睡, 身体易疲倦, 尤其是经常睡觉醒不来, 起来后脑袋也是昏昏沉沉的, 走路走一会儿就感觉身体疲倦的话, 那么就要小心了。 那么有可能是身体出现问题了, 很有可能是脑血管出现堵塞了。 当脑血管出现堵塞的时候, 对大脑的供血就会不足, 大脑功能下降, 从而使得人试睡, 脑袋昏昏沉沉的, 也会影响到身体的行动能力, 让人容易疲倦。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要及时检查医治, 免得发生脑粗重、 中风等疾病。 人过60岁之后,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要做好下面五件事,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每天运动45分钟 现在很多人运动量过少, 身体都没有基本的运动和锻炼。 这样对身体健康不利, 会降低身体的素质, 降低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而如果每天能够保证运动45分钟, 不管是跑步、散步、打球什么的, 只要进行适当合理的运动, 就会对身体有好处, 能够增强身体的素质,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并且对预防一些疾病和职业病有帮助。 2.睡前泡热水饺 泡热水饺是非常简单实用的保健方式。 如果每天睡前用热水泡饺20分钟, 不仅能够加快血液的循环, 缓解疲劳,增加睡眠质量, 还能够使得心脏肌得到改善, 对预防一些疾病也有不错的效果。 如冬天泡饺就能够去除寒气, 预防感冒。 值得注意的是, 泡热水饺年轻人泡个15到20分钟即可, 而老年人可以延长到20至30分钟。 水温最好不要高于40摄氏度, 泡完饺后要及时擦干, 免得潮湿着凉反而诱发寒气的入侵。 3.饮食少盐少油 人们比较喜欢重口味的食物, 尤其是人老了之后, 未来退化, 可能需要更重的口味来刺激味觉。 但这样的饮食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 容易诱发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生, 对心血管健康不利。 因此, 如果在平时饮食中注意少盐, 就能够减少身体的负担, 对预防高血压、高血脂有帮助, 也就提到了保护身体健康的效果。 4.吃饭七分饱 古人云吃饭七分饱, 没病活到老。 这是因为吃饭七分饱 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 减轻脾胃的负担, 有利于消化, 有利于控制体内血压、 血脂、血糖的稳定, 是长寿的饮食习惯。 如果觉得吃饭七分饱不够, 那吃个八九分饱也是可以的。 但千万注意不能吃得太饱、太撑, 否则会给身体造成巨大的负担, 对脾胃造成负担和伤害, 不利于消化和身体的健康。 长期如此的话, 导致身体的肥胖和三高疾病的发生。 5.少生气、常乐呵 好的心态是有利于身体健康和长寿的。 不少长寿老人都是心态非常的好, 看得开,很少生气。 因为生气会伤害身体, 经常生气无异于自我伤害, 会使得体内气血翻涌, 血压的升高, 这对患有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是很危险的。 因此,在平时生活中就该少生气, 常乐呵, 把事情看得开一些, 把心态放得平和一些。 常观是因师父曾开示, 如果受了菩萨戒, 基本不要骑成动物, 比如牛、马、驴、骆驼等, 为长养慈悲心的缘故, 除非有特别原因必要骑成这些众生, 为了度化它们则另当别论, 菩萨戒就连猫狗也不可饲养, 更何况骑成, 居是五戒, 猫狗等宠物可以圈养没有犯戒, 但建议尽量不骑成, 或奴役动物有损慈悲, 虽不犯戒, 可别忘了债也一样要还的, 那么学佛后还可不可以在家里养宠物? 现在喜欢养宠物的人特别多, 但是我们学佛后又觉得似乎有些不妥, 大家众说纷纭,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佛弟子到底能不能养宠物呢? 我们今天就来简单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不论是否信佛, 皈依最好不要饲养宠物, 一佛经中有明确开示, 不要训养牲畜等动物以及宠物, 否则主人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 造作种种恶业, 古得有一首剂子, 为蜀肠留饭, 莲额不点灯, 自从青草出, 遍布下台阶, 从这首句子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菩萨的心怀是多么的慈悲, 菩萨护生的念头是多么的感人, 如果我们养只猫在家里, 为了让它捕捉老鼠, 等于是雇佣杀手, 让它去杀害其他的众生, 这与佛教的慈悲之道是相为的, 二因果上的理解, 圈养即刚养, 龙养, 拴养, 拴着动物的脖子, 腿, 身体等, 等于囚禁了它们, 将来因缘会遇事, 自己就会受到枷锁细腹, 牢狱之灾等, 刚养鱼类, 水体太小, 鱼类在其排泄污染的水中生活, 严重缺氧, 最后往往会死亡, 养了动物, 就难免把不干净的, 接近变坏的或已经变坏的食物, 喂给动物吃, 将来的果报也可想而知, 自己已经训养的, 要给它们做三归一, 替它们忏悔恶业, 经常回向它们, 早得人参,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成就福到, 训养鱼类的, 若能放生的品种, 应尽快放掉, 给它们自由生存的空间, 以后不要再买, 三其次, 和这些宠物在一起日久, 很容易产生感情, 但动物的寿命一般又比较短, 等它们老死的那一天, 你就会放不下, 徒增很多烦恼, 这也是不好的一面, 明了以上道理后, 就不能再刻意去购买来饲养了, 若以慈悲心收养流浪的动物, 并予以归一的, 值得赞叹, 但若长期的训养, 也应努力保持慈悲心, 不生爱染心, 二, 不与畜生结禅缘, 在佛经上曾提到, 佛教徒不得训养生畜, 不与畜生结禅缘, 但常有人疑惑, 以佛理来说, 众生皆有佛性, 那又为什么不可以训养畜生呢?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里, 有一些人会因一只宠物死掉而伤悲, 犹如痛失亲人一般, 这也是与宠物结禅缘的现象, 佛说, 众生之所以生死轮回不休, 皆因情爱欲牵扯, 无法解脱, 且在佛教因果论来说, 牲畜皆因愚痴而多为畜生道, 与其结禅缘, 将来他会投生为你的眷属, 缠着你, 因其愚痴, 所以会带来许多困扰, 障碍你修行解脱, 因此, 佛告诫世人不要训养牲畜, 更不可与其结禅缘, 事实上, 关于修行人能不能养宠物这一点, 传奇法师曾有过开示, 传奇法师说, 像前几天讲, 我们寺庙里不能养这些东西一样, 并不是说我不喜欢, 我们师父都很喜欢小动物, 但是因为寺庙里是非常特殊的, 作为一个菩萨来说, 本身菩萨有很大的慈悲心的, 但是佛又要求菩萨不能够养猪猫狗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愿力非常的大, 不能在这个小事情上耽误大的事情, 就好像当初做金刚萨朵影片一样, 要求大家都要放下手中全部的其他活, 尽管有的活是蛮有功德的, 因为金刚萨朵这个影片的功德太大了, 你那些小功德的耽误你做大功德的事情, 你的小功德就变成罪过, 不但没有功德, 反而有罪, 所以深刻地认识这一点, 集中精力把金刚萨朵这部片子做好, 高质量快速地做出来, 如果没有一个更伟大的事情在做的话, 那你那个事情或许是对的, 但是要做更伟大的事情时, 养个鸡, 养个狗反而是障碍了, 这些众生也是这样, 他也没有这个福报, 三宝地里四众弟子对他又那么好, 那他的福报会消掉很多, 他若真的也会念佛, 跟着我们绕佛打坐, 我们南摩阿弥陀佛, 他也汪汪, 我们打坐他也跟着我们打坐, 你供养他也不错, 证明佛法有多伟大, 反过来说, 他又不懂, 无论是在庙里还是平常住户, 你们是修行人还是普通人, 他根本没办法区别, 他的内心里对他好就好, 打他就是不好, 不像我们觉悟的会感恩, 你打他, 尾巴一家淘掉了, 说明他没有智慧来分辨, 如果占据一个修行人的时间, 那他罪过是很大的, 打扰了修行人的修行清静, 那罪过更大, 另外, 作为修行人要一心一意的, 佛法难闻金以闻, 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对佛法的思维上, 修行上不要让小事情来打扰自己, 佛陀为了这个, 还讲了自己网结里的故事, 佛陀为这还受过苦, 佛陀以前在鹿野院修行的时候, 家里的富贵放弃, 到鹿野院做一个仙人修行人, 那时有一只母鹿, 生下一只小鹿后就死掉了, 他看到那只小鹿那么可爱, 就收养了这只小鹿, 出去化缘喂他, 把这只小鹿养大, 有一天, 佛陀的前身去世了, 当他自己眼睛睁开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也变成鹿了, 他投胎到鹿里面去了, 这时候他才觉悟到, 因为自己前世收养了这只小鹿, 对这只鹿产生了很大的执着, 心里面一直牵挂着, 打坐也都是他的影子, 结果死了之后, 就投胎成鹿, 他知道自己错了, 然后就不吃东西了, 这只小鹿死了之后, 再次投生成人, 这是他还记得前面三世, 就再次出家修行, 佛陀讲他前身的故事, 就是警告我们, 修行人不能爱上这些小动物, 爱佛还来不及呢, 要观想佛, 冷言经云, 若众生心意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如染相仁, 身有相气, 那么经常想着畜生呢, 养宠物就是与畜生亲近, 就是与畜生结缘, 也相当于与畜生到结缘, 长时间与其生活熏悉, 对往生不利, 学佛一辈子, 若真因训养宠物, 而堕入畜生道, 那太可悲了, 那这样说, 佛教徒是不可以养宠物了吗? 也不是绝对的, 在佛教里面, 应该没有养宠物这一说, 只有救助小动物们, 比如发现一些无家可归的, 一些受伤的小动物, 生病的小动物等等, 可以把它们带回家细心照料, 等到它们身体康复, 或找到相关部门收容, 可以让小动物们生活得更好, 其实更好的方式就是放生, 不过也不能盲目放生, 如果一些在人工情况下养大的小动物, 是不能放生的, 那样放生就等同杀生, 此时又找不到比你家更好的生活环境给它们, 这样的话, 你可以长期照料它, 但我们不能把它们视为二等公民, 拿它们取乐, 捉弄它们等等, 应该细心照料, 直到它们往生, 所以, 学佛人不应该养宠物, 如果已经养了, 一定要如理如法, 要觉悟, 绝不能因此而迷惑颠倒, 那样就大错特错了, 说起宠物狗,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 有的人把自己的宠物狗叫, 宝宝, 孩子, 自称为, 妈妈, 这个非常不好, 人就是人, 万物虽然平等, 但它们投生为畜生, 是来受报的, 它们现在虽然投生为畜生, 但却享受人的福报, 现在宠物医院很盛行, 因为狗也开始感冒了, 三天两头发烧, 是因为虽然是狗, 但主人称它为孩子, 它就趋向于人道, 有人的身体素质, 但身体还是狗, 只不过自己享受的多了, 可能病就多了, 关键是人, 人很重要, 每天抱在怀里宠爱他, 其实可以宠他, 但是内心, 把所有众生都当成儿女可以, 就怕对宠物过于亲密, 每天和他沟通交流, 你的意识就会趋向于这个道, 宝宝, 儿子, 姑娘, 的叫着, 那你是什么呢? 有很多朋友听到这, 肯定会骂我, 其实我给大家讲这个理, 你未来的道可能会投生为狗, 这个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宠你的狗狗一年了, 你照照镜子看看, 看有没有相像呢? 一切都没有绝对, 因为因果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 比如说, 邪淫就一定会堕落在暴同地狱吗? 这也是片面的, 因为暴同住地狱, 只是邪淫堕落的地狱之一, 或者说是挖心地狱等, 很多很多都不是一个地狱就可以, 有的人邪淫后, 有可能判官判他继续享福, 福尽了之后才去地狱, 所以咱们很难拿常人的眼光去评判这个事情, 他自杀了, 为啥没堕地狱呢? 其实明薄上显示他将来就是地狱, 或许他先投生到畜生到受暴, 然后再堕地狱, 或许人家又投生做人, 福报还没有响尽, 转成人中途夭折去世后再受暴, 所以大家如果做了一些恶事,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能幸免, 投盗畜生到或者地狱是绝对的事情, 只是时间早晚不一, 尤其是下面这几种人, 他们的所作所为绝对会收到上天的惩罚, 第一种,不孝行,不孝敬父母, 甚至辱骂,打骂父母, 此为第一种,畜生不如的人, 第二种,畜生行, 开口向朋友借钱的时候, 恨不得跪下来,拍胸拍仆, 表示感谢并承诺按时还钱, 到还钱的时候, 避而不见, 以种种理由推脱, 甚至关机躲避, 赖账不还, 第三种,无得行, 你帮他时高兴, 你不帮他时就烦脸, 涉及到一点点利益就立马黑脸的人, 第四种,损人利己行, 不懂得尊重别人,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这几年投机倒把, 弄到几个钱, 认识了几个厉害人, 觉得所有人都不如自己, 习惯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 为了自己利益损害, 大家利益懊恼, 每天都要你好看, 在弱者面前炫耀自己的成就, 第五种, 白眼狼行, 十件事, 你对他做好了九件, 有一件不如他的意, 就翻脸, 和人相处, 从不记得对他的好, 只记得不如意他的地方, 对朋友给他帮过忙, 为他开销过的, 从无感恩之心, 认为白捡的应该的, 很多情况, 不要拿自己的思维去揣测, 这是个很复杂的体系, 不要说阴间, 就连阳间的很多体系都琢磨不透, 专门的律师也不行, 当一个人的寿命将近的时候, 鬼差会拿着令牌知会一下土地, 福德正神, 一起去城隍庙办手续, 城隍的手续一办, 就把这个人的名字勾掉, 鬼差去拿人, 这是普通人, 鬼差去拿, 另外还有一种人, 有一定的福德, 但是又不足以升天, 将来还会在地府里深造, 这种人不需要鬼差去拿, 而是福德正神, 比如土地, 洗神, 福神, 也有可能是此人生前灵界的师父, 接引他去深造, 等考试通过去升天, 或者再来人间, 做神职人员, 比如民间的法师, 道士或者国外的牧师等等, 有些事情黑白无常, 或牛头马面, 不能勾走这个魂, 因为此人所在的气场, 特别强大, 或者说阳气强大, 比如政府机构, 这种地方阳气正盛, 但时辰又到了, 鬼差很着急, 所以人间有些人, 也兼具了鬼差的工作, 就是可以帮地府办事的, 去阳气比较盛的地方去抓人, 因为此人寿命已经到了, 但是大家不要认为, 你一定能活到寿命到的那一天, 切记修行人不敢说我明天再修吧, 我老了再修吧, 或者是我退休了再修吧, 我们家人都比较长寿, 我也一定长寿这样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